老婆老婆怎麼又是我們兩個 我們今天來中廣 中國廣播公司 要錄一個廣播節目喔 Let's go 這裡是中國廣播公司 台灣最老牌的廣播公司 他的地址是 台北市松江路 375號10樓 這是下樓裡面的10樓 還有一些舊的廣播設備 收音機 發射台麥克風中廣播公司 現在要進去 錄音室吧 還有好多個錄音室 有都是直播的 左左邊 107 超多間了 國音室左轉 就這一間啦 破位 超酷的啦 讚啦 第一次 第一次我就決定 我的人生目標其實很早就定了 我就是希望50歲能夠退休 然後第二個 然後男生的平均又只有76歲 76歲往前推8年有不能動的 那其實 但是也都是 也都是外外什麼的 好我們現在錄完了 老婆你感覺如何 很輕鬆很介意 因為跟熟人聊天齁 對啊跟好朋友在聊天 這是我以前的學生 現在的主持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漂亮的美女剪輯師 哈囉 所以錄起來就特別輕鬆 愉快了 這是我們錄廣播節目的第一經驗 老婆你感覺起來除了輕鬆之外呢 我覺得主持人還有那個剪接師都超親切的 其實主持人的功力很重要 他的問題還有時間的控場啊 會讓整個節目的流暢度和內容的豐富性 發揮到最大 而且讓我們不緊張 所以會問問題的人才是最有價值的那個人 就這一個 以後再邀請他上節目 好嘞 特別好玩 那我們準備要回家囉 拜拜